苏文琪听到熟悉的声音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会在这遇到李瑞颖 赶紧的扶李瑞颖起来 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时候一位中年男子跟一位老年人 走过来诗文琪的身边 李瑞颖一看 便礼貌地称呼中年男子为叔叔 因为中年男子是诗文琪的叔叔施仲坤 施仲坤看到李瑞颖也吓了一跳 施文琪跟施仲坤交代一声 便拉着李瑞颖往外跑 而施仲坤在他们离开后 诺有所思地掐着手指 似乎在算什么 后来他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 李瑞颖淡淡地说 奶奶过世了 爸爸带他回来祭拜 施文琪一听 我冒三丈的垂大腿 咒骂着气愤 当然气愤了 一个思想封建迷信 另一个把女儿当仇人看待 两个人从未真心的关心李瑞颖 挂点了还要他祭拜啊 这什么道理啊 看到施文琪这么生气 李瑞颖笑了出来 说思想封建迷信这几个字 从他口中讲出来 挺好笑的 因为施文琪的叔叔 是很厉害的捉鬼师 施文琪跟在身旁 也学会了一些法术 施文琪知道李瑞颖在取笑他 洋装生气而打李瑞颖 并骚李瑞颖的牙 李瑞颖笑到不行 赶紧向施文琪求劳 施文琪才停下手 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见施文琪的笑 李瑞颖却面带忧愁 望着蔚然的天空说 他也想向施文琪 开心时大笑 任性时调皮 活得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施文琪有些难过 握住李瑞颖的手 他是过来人 他明白李瑞颖的苦 小时候 他也常被人嘲笑是鬼神的小孩 才会没有父母 他也是一次次的忍让 一次次的软弱里 擦掉自己的眼泪 李瑞颖听完勉强的苦笑 正因如此 他和施文琪才会那么好 因为他们都是受过伤的人 才能了解彼此心中的痛 也只有施文琪是真心的关心他 深深的叹口气 对施文琪说 他真的好恨奶奶 不是说血浓于水吗 对他比对一个陌生人还好 现在奶奶死了 他应该要感到高兴 可他的心情却很复杂 摸不清是喜还是痛 为什么他的人生是这样子的 他真想问老天爷 是不是他上辈子做错事 所以这一世才会过得这么惨 既然这么惨 何不把他的命收回去 活着比死还痛苦 施文琪紧张了捂住李瑞颖的嘴巴 听得命的佩佩 说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请诸神莫要见怪 接着激动说 生活再难受 也要哑着哑闯过去 因为自杀死掉的人 死后会困在王室城里 不能投胎为人 就算能投胎为人 活着也会受自杀的诱因 再次的自杀 一次不成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从此陷入自杀的循环里 那是一条万劫不复的死路 可李瑞颖听完尽冷淡的悔 那不就死了再死 一直死下去的结局 施文琪搬李瑞颖的肩膀 严肃的说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 千万不能选择自杀这条路走 不然就算是死 他也会下地府 抓李瑞颖的魂魄上来 狠狠的折骂一顿 并以养小鬼的方式 把李瑞颖的魂魄留在身边 就算阎罗网来找他算账 他也会和阎罗网对抗的 他绝不会再让李瑞颖过苦日子 李瑞颖看到施文琪黑脸懂嘴的表情 呼吱的笑了出来 说他是故意逗施文琪的 他怎么可能会自杀 他只是有些伤感 看李瑞颖如此反常 施文琪猜李瑞颖的亲戚们 又对他讲不好听的话了 每次他难过时 总是看着天空 然后不发一语 施文琪担忧李瑞颖又产生负面的想法 于是讲起他和叔叔来这里的目的 李瑞颖一听 注意力马上移转 他才想起来 自己从方才就想问 施文琪为什么会在这里 都怪他自己 曾经在不堪回首的回忆里